所以我比較引起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就是整理的這幾個週來裡面 就是跟文聖老師那邊學到了一些 我覺得蠻重要的一些東西 然後運用在我教學 或是帶學生比賽的一些想法 因為首先就是 不管未來怎麼變成這樣能力 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們要帶給學生什麼樣的能力 跟帶給老師什麼樣的能力 就是要有那個耿骨不變的通則 能夠快速學習及應用變化 再來就想像創造力開創需求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再來就帶學生會自己的時候說 你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先有量再求值 先行動再改變 多創意以後就會有好的創意 然後事件會證明說 若不行動一切成功 這是我覺得很好的 再來就是 道法術器式 這五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是把它 就是在自己的教學裡面 就去想要怎麼樣去運用這些東西 再來就運算式的部分 就用拆抓順套 就已經都變得記得很熟 只是說有時候 在拆、在抓、在順、在套、在表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對了 corpor昂 然後 去 väl